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十一章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给主人锅子还是给他叶子 我们要看这个经节可能你会多了解为什么这个是我们的题目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经文一起读好吗 所以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六节 所以我们一起来十二节 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五花果树 树上有椰子 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手上可以找着什么的出现 不过有椰子 因为不是受网络的时候 耶稣就对他说 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店买卖的人 费到 他买着人的果子 也不许能拿着器具从电影进过 便教训他们说 只要不许能够记得收索 或者遍地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堂 因此成为万国祷告的 即使成为万世听见这话 就像法子才去灭耶稣 却又怕他 应有永远有情绪 每天晚上 耶稣出去 从哪里去 看了 耶稣出去 这话 就对他说 拉比 请看 你所救主的 如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幸福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种选择 你不过陪自己 不过经历 以后 再也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这 不必得着 你们站在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 有人的罪你 主灯 天上的父 也饶恕 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是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不会 你们的过犯 好 谢谢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神 你给我们你的 圣经 因为你想帮助我们 多认识你 多知道你是怎么样的神 你 很想帮助我们 了解你的话 所以我今天 祈求你帮我 好好地 说出你话的意思 而且帮助大家 好好地听 所以他们会了解 你话的意思 我们知道 在一些方面 这个经文 有一点难 所以我们特别 祈求你 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会先了解 然后回应 我们所 这个经文里 所有发现的 事情 我们 求你 祝福这段时间 分开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所以我们 看一个 很有意思的 事情 耶稣 救赎 无化 果树 所以 这个星期前 我 这个是我 领袖 的部分 我一直 看 一直看 因为 我很好奇 我知道 以前 我听过一些人 告诉我 为什么 他 救赎 无化 果树 可是 我还是 不太明白 而且不太满意 他们所分享 给我听的 所以 我一直学习 一直学习 后来 我很想 告诉 大家 所以 这个是我 后来 发生的事 所以 我今天 希望 这个可以 鼓励 你们 因为 我们看 耶稣 救赎 无化 果树 的时候 我不知道 你们的反应 是什么 可是 对我来说 第一个反应 是 我不舒服 因为 好像 好像 耶稣 所做的 他的救赎 是不合理的 好像 他突然 变得很生气 发脾气 或是 不闹 好像 他是一个小孩 没有得到 我要的 所以我要摔东西 他 救赎了 救赎了 这棵树 而且 我们看到 十三节的时候 会让我们 更不舒服 因为我们知道 他说 因为 不是 受无化 果的时候 所以 耶稣 应该 知道 他 不应该 不能吃什么 对不对 圣经 直接 告诉我们 时间 不到了 耶稣 是神 他 也是 犹太人 在那里有 非常多 无花果书 所以 一定知道 他一定知道 应该 没有果子 所以 我们应该 多了解一下 他为什么 这么做 我 从第一次 从 我读 这个经节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多大 很小 可是 第一次 我知道 OK 不是耶稣 发脾气的 那个问题 是我不懂的问题 可是 还是让我不舒服 因为如果 耶稣会 这样对待 一棵树 他也会 这样对待 我 对吗 而且我要 说得清楚 终点 不是 这棵树 它可以 周图 世界上 所有的树 我不在乎 这个不是终点 我比较爱 创造者 比较不爱 他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 照顾 他所创造的 因为我们爱他 不是相反的 很多人 把这两件事 做相反的 比较爱 他所创造的 这个不对 所以 重点 不是 这棵树 真的 重点是 如果他 这样对待 这棵树 如果他是 不合理的 周图 这棵树 他也可以 不合理的 周图 我 所以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了解 为什么 他 周图 这棵树 而且 因为我所有的经验 我没有 画过树的经验 因为在 Indiana州 没有 这种的树 所以 以我所知道的 树 比如说 苹果树 樱桃树 香蕉树 他们 很早有叶子 后来慢慢 慢慢 慢慢 慢慢的 有果子 可是 五花果树 不是这样 他有叶子的时候 他顺便 有果子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事实 你说 为什么圣经 没有说 等一下 我会 多说明 这个部分 可是 这个 是一个事实 我们都 应该知道 才会了解 这个经文 五花果树 它们 有叶子的时候 一定会有果子 所以 这个果子 本来不是成熟的 可是 还是可以吃 所以 而且我们 了解 这件事实的时候 我们比较会了解 为什么 耶稣 救足这棵树 就是因为 这棵树 我可以用人的话 对吗 所以 他说谎 他广告说 我有果子 然后他去吃 这些果子 因为他饿了 都没有 他骗 耶稣基督说 我说说 因为他有叶子 所以 应该 有果子 可是却没有 所以问题不是 时间不大了 问题不是 耶稣是不合理的 很远看到 这些叶子 所以 意思是说 这个叶子不是 小小的叶子 应该蛮大的 因为如果你从 很远的地方 会看到 它有叶子 这个叶子很大 所以意思是说 这个果子应该很大 快成熟了 可以吃 可是到的时候 却没有果子 连一个都没有 所以 耶稣 救出 这棵树 因为 他 可以说 很伟善 他说谎 他表现得 好像 他有果子 可是 后来 他没有 他长叶子 可是没有 长水果 所以我要 在这里 听一下 请大家翻到 提摩太书 第二章十五节 等一看下 我们继续看 马可福音 可是 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十五节 说 你当 竭力在神面前的 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 分解 真理的道 所以 在这里 我们应该了解 我们需要学习 需要花时间 需要很努力地 学习神的话 才会了解 祂 祂的话的意思 所以 在一些经文 我们知道 这些经文 非常清楚 因为 我们先有经文 然后 神告诉我们 这个经文的意思 而且 有的时候 祂告诉我们 怎么使用 这一段经文 好吗 所以这些 当然需要 花时间学习 可是不需要 花那么多时间 因为神已经 告诉我们 祂的话 告诉我们 祂的意思 然后告诉我们 怎么使用 耶稣有的时候 这样用 先说比喻 门徒问 这个比喻的意思 是什么 祂告诉他们比喻 然后 祂多说明 你应该这样生活 所以 有的时候 有这种的经文 有另外一些经文 他们比较清楚 神告诉我们 一件事 我们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经文的意思 可能神没有告诉我们 祂的意思是什么 可是有的时候 很明显 另外一些经文 比较难 我们需要学习很久 可是如果我们学习 我们会学习到 神的意思是什么 可是另外一些经文 他们非常非常难 有一些经文 提到农业的事情 他们提到淘气的事情 他们提到牧者的事情 钓鱼的事情 做病人的事情 他提到运动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他的例子的意思 然后可以多了解 这个经文的意思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这个经文的背景 然后我们可以多了解 而且 然后 所以今天的经文是这种的 我们真的是要多了解一下 背景才会懂 这个耶稣所做的 所说的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经文 就是非常非常难的 一些经文 比如说十十记 十七章到二十一章 如果你不知道内容 现在不要告诉你 我需要花很多时间 可是一些经文很难懂 可以学习很久很久很久 才会懂 雅各书第四章五节 有几个 耶稣也提到一个 让法利塞人很尴尬 不能回答 所以 今天的经文不是最最最难的 是 差一点 很难的 我们真的是要学习 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马可没有告诉我们 五花果树有叶子的时候 一定有水果 为什么他没有说 我想给我们两个原因 为什么他没有说 一个是 所有的伊斯利人 所有的住在那里的附近的人 都知道这件事 他们都有 或是他们邻居 或是朋友都有五花果树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普通的事实 不需要告诉他们 如果我告诉你 太阳很热 你会说 为什么你这样说 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 第一个原因是 本来 读这本书 这卷书的人 都知道 这个的意思 可是你说 圣灵一定知道 未来会有人 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没有说清楚 有可能这个原因 我上次讲到 关于亚伯拉罕 创世纪22章 他愿不愿意 比较爱神 去牺牺牲他的儿子 对吗 所以 我个人看到这个经文 我知道一些人 用这些经文 批评耶稣说 其实他不是无罪的 所以 这种的经文 可以分别出来 谁有信心 谁没有 谁比较愿意 批评我们的神 谁比较愿意说 我不懂 可是我还是知道 耶稣是无罪的 我还是知道 耶稣做的 没错 我可能不会告诉你 为什么 可是我还是相信 而且他 希望吸引我们 多学习他的话 一直到我们了解 为什么 耶稣周足 这棵树 而且 如果我们参考 我们现在不用看 可是如果我们参考 那个 旧月的雅歌 二章十三节 我们发现 于月节之前 有的时候 五花果树 会有叶子 会有果子 所以 这个不是一个 不可能会发生的事 是一个不常发生的事 所以 耶稣 靠近这棵树 因为他认为 有可能 他有果子 有可能 他会吃什么 所以我 今天 我要问 大家两个问题 我 或是你们 愿不愿意 学习 学习 很久 所以你会了解 神的话吗 你愿意 学习 很久 所以你会 多多认识 神吗 这个是我们 应该 做的 所以我们 应该有 一个 一个 心说 哦 我愿意 一直学习 一直到我 懂 不容易 懂得 经文 所以我会 多知道 我的神 是怎么样的 我会 多知道 他要 我怎么样 做 所以我们 知道 耶稣 所做的 是 是无罪的 所以我们 要看 是不是 他 这样做 而已 或是神 神 天父神 也有 类似的 看法吗 所以请 大家翻到 《独家福音》 十三章 六到 九节 《独家福音》 十三章 六到九节 我们会 读另外一个 比喻 关于一个 无化果树 了解 神的看法 是什么 所以 《独家福音》 十三章 六到九节 一起来 于是 共比喻 说 一个人 有一棵 无化果树 在 葡萄林里 他来到 树前 找果子 却找不着 就 就跟 说 看啊 我这 三章 我 花果树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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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了 喝吧 他 跟 说 主啊 今天 且 落着 等我 周围 不然 不然 再 把它 砍了 好 所以 我们了解 这个不只是 耶稣的看法而已 神说 他没有 果子 所以 砍它 把它丢弃 可以把它 烧掉 因为它 没有用 我一直给它 肥料 给它 雨水 给它 它 所需要的 可是 它没有 回馈 它没有给我们任何的 益处 任何的 帮助 所以 它没有说 救主 它 它只说 砍了 算了 不要继续花时间 所以 我们 看到 神的 看法 看到耶稣的 看法的时候 我们应该了解 一个很重要的事 耶稣要 水果 祂要 果子 在我们 生命 生活里面 祂 祂 教教看 我们 有没有 果子 叶子 没有关系 叶子 没有帮助 祂 看 我们 有没有 果子 等一下 我们可以多看 果子 是什么 可是 现在 我们应该了解 耶稣 比较关心 果子 不关心 叶子 我们应该了解 五花果树的叶子 很茂密 所以 很难 看头 是不是 有果子 在里面 需要 找找看 真的有 或是没有 耶稣 看 我们真的 有没有 果子 或是 只有 只有 叶子 而已 所以我要给我们 一些 例子 其实 只要提到两个 可以提到很多 可能这样 比较 把握时间 右边的人 我 右边的人 请你翻到 笔的后书 二章 十五节 我左边的人 请你们翻到 有 大 书 一章 当然是 一章 十一节 提到 一个人 他的名 他名叫 巴兰 在旧约 民宿记 我们知道 巴兰的故事 二十二到二十四章的部分 我们认为他是 耶和华的先知 可是 他比较爱情 比较不在乎 神所说的 然后 你记得这个故事吗 他的路子 是要说话 跟他说话 然后他终于愿意 听神的话 终于愿意回家 可是他还是要赚钱 虽然他没有救足 以色列人 后来 我们不知道 这个部分的故事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全部 可是从二十四章 到三十一章 民宿记 二十四章 到三十一章 的中间 他 回到 这个 仇地的 国王 说 如果你吸引 这些 以色列人 做不到的 事 神自己会 救足他们 这样 他希望 他可以 得到 这个 钱 所以 在 民宿记 三十一章 第八节 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 他们 跟这些 仇敌 战争的时候 他们也 杀巴兰 为什么 因为他告诉 这个国王 怎么 吸引 他们 所以我说 三十一章 第八节 也有十六节 提到这件事 所以神 所以神 神真的 关照他的孩子 可是 巴兰 我们看到 信约的经文 我们很清楚 知道他不是 虽然神 有的时候 用他 他真的 没有相信神 我们看到 彼得 他认为 他不是 一个相信神的人 所以彼得 后书 二章十五节 一起来 他们 离弃 正路 就走 差了 随从彼尔 持着 巴兰的路 巴兰 就是 那趟 爱步 一直 攻 他的 天之 好 所以 彼得 圣灵 用彼得 说这句话 我们 不期待 巴兰 会 在 天堂 我们看 有大叔 一张 十一节 一起来 他们 有 禍了 因为 走了 该 赢的 道路 又 为了 王巴兰 的 脱灭 离 结婚 在 柯兰 的 背叛 中 灭 完了 好 然后 请大家 翻到 七十六 二张 十四节 七十六 第二张 十四节 再一次 提到 巴兰 好 一起来 然而 有一件事 我要 自备 你 因为 你 哪里 有 服从 巴兰 的 教训 这巴兰 从 教导 的 在 耶稣 列人 面前 叫他们 吃 祭 欧 祝 祝 祝 的 事 好 所以 我们应该 了解一下 巴兰 有很多 叶子 在 民书记 二十二 到二十四 讲 虽然 我们看到 他 不太 听从神的话 我们 以为说 哦 他还是神的 先知 可是看到 新约的时候 我们说 哦 他有叶子 他却没有 果子 耶稣 耶稣 基督 自己 说 他 所 做的 是 不好 的 所以 他有叶子 没有果子 要提到 另外一个 比较明显的 耶稣 的 门徒 犹大 他 讲到 好像 因为 没有人 怀疑 他 他也 行 神迹 他 做 很多 很多 事 比我做的 更多 更大的 事 可是后来 他没有果子 他只有叶子 而已 他骗 其他人 认为说 哦 他 也是一个 相信 耶稣 基督 的人 所有的 其他 是一个 门徒 没有怀疑 因为 我读 那个 比如说 约翰福音 十三章 的 最后一个 耶稣的 主餐 他 开始 这个 礼仪 的时候 我读 这些 经文 我觉得 在一方面 觉得很好笑 在另一方面 我认为 其他 是一个 门徒 很笨 因为 耶稣 几次 说 是他 他们说 谁 真的很 奇怪 他的 野子 那么 茂密 欺骗 其他人 没有 欺骗 耶稣 他知道 他只有 野子 没有 果子 所以 我们可以 了解 一件事 很容易 讲 叶子 可是 比较重要的 比较 难的 是 讲 果子 所以我们要继续看这个经文 卖 卖鸽子 他们卖 羊 他们卖 牛 所以 人可以用他们 先去 敬拜他们的神 他们有很多 活动 可是没有 果子 果 对 他们 所以在 十五到 十六节 他不让他们继续这么做 他不在乎他们的 他们的 野子 然后十七节 他教训 教导 教导他们 因为他想 让他们 回复 他想 帮助他们 回应 周约的 话 他想 让他们 悔改 他们 都认为 他们很相信 他们也遵守 周约的 命令 所以他用周约 说 你不对 他们都 没有听 而且我们应该了解 他接近圣殿的时候 教训 圣殿的时候 这个真的不容易 接受 对不对 我 小时候 被管教的时候 这个已经 不容易 接受 对吗 很痛 可是 如果 你是 这个人 他 应该 失去 钱 那个 桌子 倒下的时候 有可能 他们损失 很多钱 他 有可能 他们损失 动物 因为有可能 鸽子飞走了 或是其他 跑 走了 而且 耶稣 不让他们 继续 卖这些 动物 所以他们 损失 金钱 所以 他们 不容易 接受 可是 他们 加上 一个不好的东西 他们有 不好的 回应 他们不愿意 说 哦 我错了 请你 赦免 我的罪 他们 全没有 他们要 杀耶稣 我们的经文说 他们要 除灭他 所以 他们 有不好的 回应 不好的 反应 所以他们 一直要 这样做 虽然 他们 知道 应该知道 耶稣 说的是 对 他们 却没有 悔改 他们想 除灭他 因为 他 勇敢地 跟他们 说他们 做得不对 而且 他 不让他们 继续做 生意 而且 我们应该 了解一件事 圣灵 这个时候 充满 耶稣基督 马克福音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都说明 很清楚 耶稣所做的 是 圣灵 充满他 所以他 会 这样做 所以 一整天 耶稣 给他们 机会 悔改 一整天 不让他们 做坏事 一整天 让他们 遵守 神的命令 一整天 让他们 敬畏 耶和华 可是后来 他离开了 他们没有 更多 悔改的机会 因为耶稣 离开了 他用 旧耶的圣经 教训他们 他们 却没有 悔改 所以 后来 耶稣走了 他 回到 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 我们应该 了解一下 他 对待人 对待人的方法 比对待 树的方法 不一样 树 没有果子的时候 他救助他 或是 路加福文 十三章 他要砍他 不要 浪费时间 杀他就好了 可是 人类吗 他愿意 给我们 时间 悔改 愿意 教训我们 愿意 继续 帮助我们 可是后来 这个机会 会 走了 我们看到 这个 我们已经读过的 路加福音的 他 这棵树 会多一年的时间 可是如果 他没有 果子 神跟仆人 都同意说 如果第三年 没有 砍他就好了 神愿意 给我们 多时间 悔改 可是 不是永远的 时间 这个机会 有限 所以 我们应该 了解 我们应该 接受 神所说的 我们应该 了解 果子 是什么 因为我们 看的 二十到 二十六节 其实 等一下 耶稣会 已经提到 一次 可是 会再一次 说 他会告诉 我们 果子 是什么 所以 先看 二十 到二十一节 我们 这个 这一部分 的经文 我觉得 很好玩 很好笑 因为 第二天 他们看到 这棵树 发现 他哭干 彼得 好像 他很惊讶 他说 哇 他已经 哭干了 我想 问彼得 你想什么 你已经 看他 看耶稣 让人 复活 看他 行很多 神迹 你为什么 怀疑 这棵树 会 哭干 你为什么 觉得 很惊讶 是一个 很普通的 事 可是 看耶稣的 回答 那个二十二节 他说 你们当 幸福神 你应该 相信 神 所以 他的 意思 是什么 他们 他为什么 这样说 因为信心 是个果子 对不对 我们今天 读的经文 加拉太书 第五章 二十二 到二十三节 提到 一些果子 对不对 你看 周巴黎 请你们 跟我念 这个 九个果子 而已 好 所以他说 人爱 喜乐 平平 人爱 恩死 恩善 心 折制 好 这个就是 果子 所以耶稣提到 其中一个 他提到信心 他 要跟他们说 如果你有信心 你会有果子 你说信心够了吗 等一下我们可以 看另外一个 其实现在翻到 彼得后书 因为我不要 记住记得 彼得后书 这个是今天早上 加上的 彼得后书一章 五到七节 因为彼得说 信心不够 应该一直加上 一些东西 七个东西 所以请大家帮我念 彼得后书一章 五节到七节 一起来 正因这 彼得后书一章 我们要分开的 彼得后书一章 有了信心 要要加上德性 要要德性 要要加上 彼得后书一章 有了知识 要加上 彼得后书一章 有了知识 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要加上彼得后书一章 彼得后书一章 一些 One节一章 彼得后书一章 要加上彼得內章 一章 一直一章 主 veut 彼得后书一章 这有微却 不救дж jong operell 彼得後书一章 徒ar repent 如是我� specimen 我书一章 圣识 有侦崇 有四章 我所见的 书一章 在提ープ 但是书一章 之书一章 都书一章 里章 天饰 这样比较你们方方复复地进入他 基督永远的国 好,你看第八节后面嘛 如果你一直加上这几个东西 你不会 我找到 不至于不解国字了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加上这些东西 我们会有国字 可是信心是基本的,对不对? 这个是基本的开始 然后有信心以后 我们会一直加上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有信心 我们会有一些行为 所以我们看耶稣所说的 他先说你应该相信神 因为如果,这个是二十三节 你相信神 你会做更大 更奇妙的事 当然我没有救足一棵树 看它变得枯干 可是如果我可以做这个事 或是可以把一个山丢在海中 我觉得我比较想做那个山的部分 因为这个比较大 比较,可以说有意思吗? 所以他说如果你相信神 你会做更大 更奇妙的事 都是因为你相信神 没有怀疑 所以耶稣这样说 然后他马上提到 二十四节提到 祷告 所以他说如果你相信神 你会祈求 祂做更大的事 而且会看到 祂回应 你所祈求的 你所恳求的 他已经提到祷告一次 对吗? 在十七节 他说你应该 这个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不是一个买卖的地方 然后二十四节 说到信心以后 他说你应该祷告 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有信心 你一定会祷告 如果你没有信心 你会自己处理 你所有的事情 这样你不会 你个人认为 你不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人很软弱 对吗? 我们有的时候说 我知道神什么都会做 可是在这个方面 我要自己处理一下 不会祷告 所以给大家一个 很好笑的故事 我不要说名字 因为你知道 这个人的名字 可是其实很多 还没有结婚的人 应该有一样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 他说 如果所有的人 相信神会提供 给我一个妻子 这个就好 可是他说 他们的信心不够 他们不认为 神会提供 一个妻子给我 因为他说 二十几个人 说 哦 我知道 你应该 跟谁结婚 他说 哦 是这样吗 我应该有二十几个 太太吗 他们说 哦 不是这样 他们都有 他们的建议 可能 花一点点的时间 来为他打告 说 哦 提供一个妻子给他 可是 他们比较靠 他们自己的建议 说 哦 我找到最好的 最棒的 最什么的 的妻子 我可以帮你们认识一下 其实一次 我跟他在一起 听到 一个牧师跟他讲 他先 讲 说 一个 一个人很漂亮 我 他比较老 那个牧师比较老 我比较年轻 我没有说什么 可是我在心里觉得 哦 他的眼睛跟我 非常不一样 因为 这个人 真的很老 所以 我这样想 可是没说什么 因为我 我不要 死了 所以我没说什么 然后 一个小时后 那个牧师 跟我朋友说 哦 我认识一个 很漂亮的女人 可以给你 你介绍一下 你想跟他结婚吗 我快吓到了 觉得 哎呀 我不知道 我的朋友 要不要认识他 这个很好笑 对不对 可是 好像没有信心 你可以祷告 一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如果神要让他们两个见面 神可以这样安排 对不对 我可以跟你们分享 说很多人要让我认识一个女性 我说 我不会认识你 选择的女性 我不在乎 我不要 这样认识他 所以我需要去大陆 月下也需要去大陆 才会认识一下 神 会 安排 这一件小小的事 他会做更大的事 所以耶稣说 如果你有信心 你会祷告神 他会做一些很奇妙的事 而且如果你没有怀疑 我可以告诉你 他一定会给你 你所祈求的 有可能 我们跟路加福音 十一章跟十八章 需要祷告很久 很久 需要一直祈求 一直祈求 耶稣在这里的意思 并不是说 你会马上 收到 你所祈求的 祷告的 他的意思是说 你还是应该有信心 不怀疑 继续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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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 神 回应你 为什么 你会这样做 你会这么做 就是因为 你相信神 可能 你家庭有问题 可能 你的 公司有问题 我们的 国家有问题 我们的 世界有问题 你花多 少时间 为 这些问题 祷告 另一方面 你花多少 时间 关于这些 问题 变得很担心 花多少 时间 看 那个 网站 说 这些问题 那么大 我们真的 应该有信心 花比较多时间 在 祷告上 因为 只有这个 可以处理 这些问题 你不够大 我不够大 不能处理 这些问题 耶稣说 如果 你有信心 你会 祷告 你会多 祷告 而且 信心 是果子 祷告 证明 你真的有 这个 这个 水果 这个果子 在你 生命里面 所以 如果你要证明 你真的相信神 你应该多 祷告 有可能 我们 不知道 神的计划 不是有可能 我们都不知道 神 所有的计划 可是 如果我们有信心 我们会多 祷告 祈求 祂 我们 可能认识一些人 他们生病 我们可以 关于这些 祷告 我们可以 关于 所有的问题 来祷告 可是 有可能 有可能你不喜欢 不是你所想象的 可是应该接受 我们都知道 刚过的时间 应该有 圣经 科学 东林 对吗 我们 关于这个 祷告 很久 可是 可是一听到 这个人 这个老师 不能来 我 马上 想到 这句话 不是因为 我很 很 很 特别 这是因为 我想到 应该是 耶稣 的 回应 所以我们 可以接受 然后 继续往前走 继续有信心 不要怀疑 神的计划 可以说 好 我可以 关于 其他的 事情来 祷告 所以 如果你要 表现 你有果子 如果你要 表现 你有信心 你应该 祷告 而且 我可以 提到 一个很有意思的 是 昨天 晚上 一个人分享 说 最后三个礼拜 三次 听到 一个人说 应该多 祷告 所以 今天是 第四次 如果我 用 罗弟兄 在 主持学 分享的话 他说 如果你分享 三次 你应该 记得 对吗 所以 这个是 第三次 神 告诉我们 应该 多 祷告 所以 我认为 我们真的 应该 多一点 祷告 这样 表现 我们有 信心 可是 这个 不是 全部 我们看 二十五 二十六 节的时候 我们发现 另外一个 方面 当然 他也 再一次 提到 祷告 可是 他 提到 另外一件事 他 提到 我们需要 原谅 其他人 或是 饶恕 其他人 他们 得罪我们 的时候 应该 饶恕 他们 可以 请大家 翻到 卢家福音 十七 章 因为 耶稣 告诉 门徒们 他们应该 四百九十次 饶恕 一个人的 罪的时候 他们说 哦 我们需要 信心 增我们的 信心 所以我们 会 做这件事 所以 卢家福音 十七 章 一 到 六 节 一起来 耶稣 又对 门徒 说 办到 人的 事 是 免不了 的 但 那 不 但 人的 活了 就是 把 摩斯 他 进行上 就在 海里 海上 如他 小子 有个 表断 用 听声 若你们 弟兄 得罪 你 就全 借他 若安 会 他 堂让 他一天 七次得罪 你 又七次 不 安 会 了 你总要 饶恕 他 使徒 对 主 说 出 他的 信心 主说 你们若有 信心 就是 参数说 你要把 其 他也 比 好 所以 等一下 我先说 错了 应该是 七次 不是 四百九十 所以 可是在这里 你看到 他 关于 信心 说话 对吗 然后 他说 他们应该 原谅 得罪 他们的人 他们 认为 没有 办法 这样 对待 其他人 所以 他们 祈求神 加增 我们的 信心 然后 耶稣 回答 说 你的信心 就够了 你们应该 用你的信心 不要说 你的信心 不够 多 你应该用 他 饶恕 人 你应该用 他 所以 如果你有信心 如果你真的相信神 所说的话 他几次说 我只要提到一个 罗马书 十二章 十九节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 深渊 宁可 让步 听凭 主怒 因为 静上 接着 主说 深渊 在我 我必 报应 我们有的时候 不愿意 原谅人 因为我们怕神 会忘记 关教他们 所以我们说 我需要 负责任 关教他们 确定他们 很辛苦 因为我怕 神会忘记 这件事 应该有信心 神不会忘记 我们可以原谅 他们 表达 我们的信心 我们看 二十二节 再一次 他说 你们当幸福神 你的对象是神 不是人 不是你 不是世界 不是政府 不是任何其他的事情 或是东西 相信他 多祷告 原谅人 这样耶稣 看你有没有果子的时候 你一定 会说 至少 我有信心 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多 信心 可以 果子 可以给他 看 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 耶稣说 如果能有信心 这个就够了 这个是一个果子 会有两个方面 你会多祷告 你会 原谅 其他人 所以我要问你们 你们有信心吗 你愿不愿意 表现 你的信心 多祷告 不只是在祷告会而已 等一下我会鼓励你们来祷告会 可是你 每一个人 在家里 愿不愿意多祷告 星期三 我们一起集合 祷告 你愿不愿意 挪开一段时间 我知道你很累 我也很累 我们都很累 可是你愿不愿意 如果 你可以 我鼓励大家 因为你相信神 一起集合 祷告 所以我们 可以 看他 回应我们所祈求的 在另一方面 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 在心里 还是没有 原谅一个人 因为这个人 害他 或是 得罪他 不要这样过生活 这个很辛苦 而且 二十六节 很恐怖 如果你没有 原谅人 你们在天堂上的父 也不会 原谅 你们的过犯 如果你有信心 你真的应该 让步一下 让神自己处理 这件事 你自己 原谅他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 我们感谢你 你会让我们 多了解 你话的意思 我们感谢你 你用圣灵 来帮我们了解 这个经文 可是现在我们需要更多恩典 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忙 所以我们会遵守 我们所听的 所发现的 我们祈求你 不让我们一直消灭 圣灵 所以我们会遵守 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我们分开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进行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对 我们下期待